在5月25号传出赌王和鸿燊病危消息 甚至传出病逝 赌王家人先后赶去医院探望 也有大量传媒在医院守候 等待进一步消息 时隔一天在5月26号大约下午两点多 赌王家人在医院门外会见传媒 正式赌王病逝消息 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日终于会内陆 但是亦都无减我们今天难以遇遇的悲伤 我博士我爸爸是将会永远留在我们所有家人的心中 所有受惠于他或者得到他鼓舞的人 我相信亦都会很赞同 希望我能够继续用我们的自己的上进心去继续去完成 我爸爸一直以来是希望做到 有报道指赌王从5月初开始病情就急缩恶化 近日更需要注射多支强心针报命 不过当时各房子女都没有救赌王的病情做出任何回应 直到5月26号赌王最终在家人陪伴下安翔离世 其实多年来不时传出赌王的身体状况转叉的传闻 最早一次是在2007年赌王因为职场必受伤入院 一度被误传患上癌症 不过其后赌王出院后举办记者会 亲自澄清患癌传闻 09年7月底赌王在家中跌伤头部昏迷送院 曾经留院8个月才出院回家休养 从此赌王身居简出 直到同年年底赌王出席第三届澳坚特区政府官员就职典礼 身行明显轻受 当时赌王动作不太灵活但精神还算不错 10年赌王货班大子金勋章 也由子女及两位和太太陪伴出席授勋仪式 自从13年高调的去海鲜坊举行寿宴后 赌王就没有露面需要长期留院休养 逢年过节和生日都在医院过 近年要见到何先生的近况 都要看各房为他庆祝生日的大合照 我们下期见到 谢谢观看